明朝永乐年间 清阳镇有个寡妇叫白三娘 她丈夫去世以后 独自抚养着一双儿女 说不出的艰辛 这年三娘辛辛苦苦养大一头猪 只等腊月杀了好过年 可只等到腊月将近 约好来杀猪的屠夫 却始终不见人影 没奈何 三娘只好又跑到集上去请 谁知那杀猪将却支支吾吾 一个劲的推说走不开 去请其他人 接连问了好几个 也全都是差不多的说死 正当三娘莫名其妙时 有个叫张麻子的屠夫 突然几眉弄眼的朝他喊道 三娘是要杀猪吗 要不要你麻个帮忙 三娘一下醒悟过来 怪不得别的杀猪将都不敢应成 原来是张麻子从中作梗 此人是地方上的一大恶人 长得五大三粗 满脸横肉 一把两尺来长的杀猪刀 成日挂在腰间 一言不合就拔出来 地方上谁都要让他三分 正所谓寡妇门前是非多 再加上白三娘虽是半老徐娘 但风韵犹存 常惹的一些登途浪子垂涎三尺 半年前张麻子偶然见了他一面 顿时眼睛都看直了 当即扬言无论如何要把他弄到手 谁也别和他争 其他地痞一见他发话 再不敢打败三娘的主意 见众人认怂 张麻子志得一满 立即展开了公式 谁知三娘是个正派女人 任他威逼利诱 竟誓死不从 张麻子吃了瘪 恼羞成怒 放出话来要给他一点颜色瞧瞧 这不 见他请人杀猪 便和其他人打了招呼 谁也不准接他的活 摆明了要在这事上为难的 三娘明白过来后 当即朝地上吐了口唾沫 姓演员争怒道 我就是去请个出家人 来帮我杀猪 也不要你帮忙 张麻子皮笑肉不笑地说道 好啊 这道稀奇 我倒要看看出家人 怎么杀猪 谁都知道 出家人第一届 就是不能杀生 白三娘这样说 不过是气话 为的就是表明自己的心意 绝不会向张麻子妥协 从即上回来后 三娘看着那头大肥猪 不禁掉下泪来 无论人钱多么坚强 他始终只是一个弱女子 儿子又只有十岁 凭自家的能力 怎么可能杀得了这头猪 无可奈何之下 也只好继续养着 时光荏苒 转眼又过了一年 到了腊月 还不等三娘去请杀猪将 那张麻子竟屁颠屁颠地 跑上门来 三娘知道他另有所图 不等他开口 就将他赶了出去 依旧还是那句话 我就是去请出家人来帮我杀 也绝不要你帮忙 小的只要张麻子不放口 其他屠夫谁也不敢来 三娘不想白费劲 故此没去急上请任何人 可自家依旧杀不了这头猪啊 不得已 只得又养了一年 眼看的头猪越长越大 跟头牛一样 少说也有八九百斤重 如今别说他们娘撒 就算是一般图护 若没有几个帮手 恐怕也放不到 但如今又到了腊月 那张麻子又来看笑话 赵舅提出非分要求 三娘将他轰出去后 思来想去 把膝一横 决定自己动手 打定主意后 三娘到厨房拿了把菜刀 儿子抱了把斧子 女儿也捡起一根棍子 一家三口向着猪圈杀过去 刀棍旗下 对着那头猪没头没脑袋 一顿乱砍乱打 可那猪也不是吃素的 脑袋挨了一菜刀 屁股又挨了一斧子 浑身吃痛 顿时发起狂来 怒吼一声撞破猪圈门 朝着外面狂奔逃命 一家三口愣了半晌 只得举着菜刀斧头去追 好在沿途都有血迹 倒也不怕跟丢 三娘边走边流泪 儿女也跟着哭了起来 一直走了无理多路 看那血迹的走向 应该是朝着青云冠去了 这青云冠原本是做废弃的破岛官 三年前不知从哪里来了个穷道士 大概是无处可去 便在这里住了下来 那道士生的高高瘦瘦 自称食物真人 常年在罐内静心打坐 饿了就到后山挖掘野菜冲击 过着清心寡欲的日子 鲜少与镇上的人有交集 再说三娘一路追踪 根据血迹推测那头猪最后进了青云冠 不由的稍稍松了口气 心想这下肯定跑不掉了 等一家三口喘着粗气追进去 就见那池物真人蹲在地上 再给那头猪一致伤口 三娘上前行礼后说道 道长 这猪是我家的 池物真人打亮了他们一眼 又看了看地上的猪 似乎明白了什么 哑然是笑道 你们这是要杀猪吗 怎么这个沙发 为何不请个屠夫帮忙 三娘听她问起 不由的眼眶一红 眼面奔到那尊缺胳膊少腿的 真武大帝神像脚下 悲悲怯怯地哭诉了起来 池物真人在一旁听了半天 眉头越皱越紧 等她说完 当即一跺脚说道 可怜 孤儿寡母的日子不好过呀 可恨 那张麻子实在是气人太甚 三娘哭了一阵 心中好受了许多 败泻了实物真人 招呼着孩子们 要把猪赶回去 可不管怎么替打贺骂 那头猪躺在地上 就是不肯起身 实物真人想了想到 敢问女施主 把她赶回去 你们又如何杀得了呢 三娘不由 又抹了一把眼泪道 我也不知道 实物真人摆摆手 转身面朝真武大帝 一败了一败 嘴里默念着什么 之后又看了看地上的大肥猪笑道 猪啊猪 原本以为你有灵性 特地跑来求我庇护 谁知你是来求我超度的 也罢 我便答应你 亲自送你生天 早登东方 清华常乐界 三娘一听傻眼了 道长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莫非是要帮自己杀猪 可她是出家之人 怎么能破解杀生呢 正在疑惑 实物真人却对她说道 天色不早了 你们先回去吧 明天我会亲自把猪送回你家 顺便帮你杀了 对了 你记得去找那张麻子 就说请她来吃肉 贫道自有道理 三娘听后又惊又疑 结结巴巴地说道 道长可怜我娘撒 可您是出家人 怎么能让你破解呢 无妨 无妨 实物真人哈哈大笑道 你有所不知 我这个道士 原本就是子风的 出家前也做过屠夫 修道不过是为了 忏悔过往的罪孽 但刚才听了你家的时候 我猛然醒悟 躲起忠诗落了下城 能度人方才是大道 三娘听她说完 想起自己曾对张麻子说过 哪怕请出家人来杀猪 也不要她帮忙 没想到一语成谶 这话居然应验了 看来冥冥之中自有天意 献了实物真人 三娘又有些为难起来 说自家只有手上这把菜刀 其他什么也没有 真人冲她挥挥手道 不用担心 我有回到家后 三娘果真到急上去了一趟 张麻子听她说完先是一正 随即嬉皮笑脸的答应道 好 好 明天我一定的 次日一早 三娘起床烧了一大锅水 做好了准备工作 只等持物真人来 谁知没过一会儿 那张麻子却哼着小曲先到了 原来这家伙会错了意 以为三娘要请她来杀猪 只是不好意思明说 所以故意说请她来吃肉 独自偷乐了一宿 想着等白天忙完 晚上就可以软玉温香搂在怀 一晚上响入飞飞 天刚亮就爬了起来 把全套杀猪的行当挂在屁股后 一路叮当作响来到了三娘家 刚进门就扯开破罗嗓子喊道 三妹子 你麻个来了 把猪拉出来吧 三娘把脸一沉 冷冰冰地说道 谁是你妹子 你别乱叫 还有 今天就是请你来吃肉 可不是请你来杀猪 我家的猪 自会有人帮我杀 用不着你操心 张麻子一听 火气疼得上来了 气呼呼地问道 你请了谁帮你杀猪 是哪个不长眼的 敢帮你杀猪 正说话间 池物真人手里拽着根绳子 牵着那头黄牛般大小的猪 慢条丝里地走了进来 张麻子一见 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道 笑死人了 你还真的请了个出家人 哦不对 应该是请了牛鼻子来杀猪啊 池物真人正眼都不瞧他一下 自顾自地牵着猪走进院子 嘴里淡淡地说了一句 要吃肉呢 就好好地在一边看着 不然就赶紧滚蛋 呦和 竟敢跟你麻爷爷用这个口气说话 张麻子边说边抽出那磨得血亮的杀猪刀 舞动着朝池物真人冲了过来 嘴里叫嚣道 我看你是活腻歪了 今儿个你麻爷爷非得教训教训你不可 说话间 人已经到了跟前 池物真人却不紧不慢 回头朝他手臂轻轻一点 张麻子只觉得浑身苏码 当地一声 手中的杀猪刀已经应声而落 你 你个牛鼻子 你使了什么腰法 张麻子站在原地动弹不得 但他何时吃过这种大龟 盛怒之下 嘴巴依旧不饶人 破口大骂道 你这牛鼻子身为出家人 却帮一个寡妇杀猪 你自己说 犯了什么戒 池物真人瞪了他一眼的 你如此欺负人 便是神仙也要动弹 贫道今天就是要破解杀生 别说一头猪了 若你不知悔改 贫道也不介意送你升天 张麻子一听 顿是觉得不寒而栗 赶紧闭上了嘴巴 见他老实了 食物真人从布袋里取出一会绳索 淡淡地说道 你就在一边看着吧 这世上并不是只有你才会杀猪 只见他围着猪走了一圈 接着使劲一拉绳头 那黄牛般大的肥猪便忽然倒地 见他漏了这一手 张麻子心头又是一惊 暗想就这头猪的体型 自己若没有人帮忙 绝不敢轻易动手 没想到这倒是一个人请客间就把他制服了 但很快 他又看到了更加震惊的一幕 只见池物真人俯下身子 左手抓住猪的前肢 右手抓住后肢 轻轻一举 毫不费力地把它搬到了一条长凳上 要知道这头猪少说也有八九百斤重啊 这怎么可能 窦大的汉猪从张麻子的额头上渗了出来 要不是动不了 估计早就撒鸭子逃走了 此时再看池物真人 只见他从布袋里取出根一头削尖 约二十来长的主管 右手在肥猪脖子上摸索了一番 最后停在了一个位置 轻轻按了一下 然后猛地把手中的主管插了进去 只听扑的一声轻响 主管应声没入猪身 只有寸血流在体外 血从管口喷涌而出 那猪连哼都没有哼一声 就已经毙命 倒是没受什么痛苦 等放干了血 池物真人解开了绳子 对着一旁待命的三娘喊道 林水接着从包里取出一把刀来 那刀除了刀热是一线银白 刀身通体漆黑 好刀 张麻子一看 不禁叫出声来 猪身被开水淋了个头 池物真人挥舞黑刀上下翻飞 索到之处 仿佛风卷残云一般 猪毛纷纷飞落 不一会儿 猪毛已经刮干净 真人挪了挪猪身子 让他肚子朝上 随后轻轻一划拉 猪身立即分成了两扇 伸手一掏一拉一扯 一副完整的猪下水就取了下来 最后一步便是分割猪肉 但见黑刀在猪身上随意游走 竟然像切豆腐一般轻松 没过一会儿 只听池物真人喊了一句 好了 张麻子伸长脖子 只见案板上肉是肉 骨头是骨头 看不见半点骨蟹肉梦 这手段简直令人叹为观止 由不得他不服 池物真人写了洗手 收了刀 冲他笑的 如何 张麻子羞得满脸通红 低下头道 我知道错了 以后再不敢为祸箱里 欺负弱小 还请道长大发慈悲 网开一面 知错能改 善莫大焉 池物真人又往他手臂上一点 张麻子立刻尾顿在地 过了一会儿 苏玛感见解消失 试了试 手脚也可以动了 张麻子起身 走到白三娘跟前做了个异道 先前多有得罪 还请三娘多多包涵 自此以后当诚心悔改 再不敢有非分之想 说完转身往外走去 却听池物真人喊道 慢着 张麻子浑身一颤 江丽在原地不敢动他 却听池物真人打笑道 来都来了 怎能不吃了肉就走 贫到今日还俗 陪我喝几杯 如何白三娘手脚麻利 很快端出来一盘肉摆在桌上 张麻子给池物真人真满酒 接着又给自己倒上 双手举起 谦卑地敬了他一杯 后来池物真人回了老家 又干起了老本行 他杀猪 别人吃肉 替人背负杀生的罪孽 这何尝不是一种修行 张麻子也悔过子心 再没有做过一件恶事 见了白三娘 一改往日的轻浮 变得恭恭敬敬 当然 对其他人也是一样 曾经的恶人 如今赚了姓 变得和善起来 那把二尺长的杀猪刀 除了杀猪的时候 再也没有人见他拿出来过 再也没有人见他拿出来过 我来说 我来说 与你